裁券行外一隻鸚鵡 啾啾啾的叫 可愛模樣經常吸引顧客的目光 不僅為店裡增添春節喜氣 過年期間更幫助客人刮到百萬大獎 客人應該也有喜歡鸚鵡 就跟他玩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裁進來 他挑客人不要 客人不要選了2000塊大紅包 店家還原當時情況 表示民眾先和鸚鵡玩耍 後來似乎聽到鸚鵡說了兩聲隨便 立刻進店內花了一萬二 買了六張散號的兩千元刮刮樂 並指定要其他人挑勝的 沒想到一刮下去 真的幸運中了一百萬 重大獎還不忘包紅包給鸚鵡加菜 客人把功勞都歸給了 這隻鸚鵡 另外也是在台東市的財券行 同樣是動物給客人靈感 店裡的招財貓樂樂 在客人苦惱要挑哪張刮刮樂時 突然發出了喵喵叫聲 讓客人直覺這是樂樂在給提示 因此更有信心買下手 結果還真的刮中百萬 事逢農曆春節 許多民眾都會買彩券 沾好運 試手氣 這回台東兩間彩券行 在寵物的幫助下 也讓店裡的買氣更好更旺 有些新聞 這不是任何台東市的採訪報道